中国铁路发展史用150年干到世界第一 经历哪些荒唐的事 人类进步史在某种视角下 是一部交通运输效率史 如今的中国被称为基建狂魔 中国高铁成了我们在世界上的名片 国内的高铁线路也遍布全国 运营总里程已经超过4万公里 这意味着 如果将全国的高铁连起来 可以绕赤道一周 而就在140年前 中国才开始修建第一条铁路 1881年11月8日 正式通车的唐须铁路 全长仅9.7公里 整个过程一波三折 也有当时清政府的愚昧和无知 修建过程充满博弈 说到最早的铁路 人们会想起蒸汽机车 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产物 当西方国家通过机器 大幅提高生产效率时 中国正处于乾隆 家境年间 满清政府在大稿闭关锁国 视一切现代科技为奇迹银巧 大稿文字语 令知识分子心惊胆战 1840年鸦片战争 清政府大败 西方国家为了通行商贸 加速在中国获取利益 希望在中国修建铁路 为了获得清政府的许可 1865年在北京宣武门 英国商人杜兰德 建了一条长约500米的铁路 向清政府展示火车带来的好处 不过没过多久 就被兵部统领衙门勒令拆除了 因为慈禧认为铁路是洪水猛兽 会破坏大清的龙脉 是不祥之物 但西方国家并没有就此放弃 1872年 美国驻上海副领事布拉特福 出资5200银 成立了无松道路公司 想曲线修一条铁路 以便更快更方便地 把货物从港口运到租借 为什么说是曲线呢 因为它的公司叫道路公司 并且向政府汇报的时候 一直用车路字眼 没说自己是要造铁路 后来 修铁路的钱不够 他就把公司卖给了英国人 由英国人来继续修这条铁路 但铁路这时肯定瞒不了 知道他们要修铁路后 上海官员多次和英国领事打招呼 不允许他们擅自修建铁路 但后来英国人说 如果谁敢拦铁路的建设 英国公司可以向距离上海不远处的英国军舰求助 最终无松铁路建成并投入运营 但是没过多久 铁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个从没见过火车的人 从铁道上经过时 看到呼啸而来的火车 惊慌失措 被火车压死了 当地民众纷纷抗议 上海官员找到英国领事 要求火车司机一命长一命 但法庭对这件案子审理后 判定火车司机无罪释放 于是 清政府与英国进行谈判 希望能够将无松铁路买回来 最终 中英双方代表于1876年10月24日 签订了收赎无松铁路条款 规定中国在一年之内 用28.5万两白银 将无松铁路赎回 赎金分三期偿付 1877年10月21日 最后一笔赎款付清后 清政府命人扒掉铁轨 铲平路基 捣毁战房 并在战房的旧址上 盖了一座天后宫 想用中国人自己的神灵 来镇压铁路这个西方的怪物 由此 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 只存在了短短一年 就被匆匆拆除 真正由政府许可 中方出资修建的第一条铁路 是1881年6月9日 开始修建的唐须铁路 全长只有9.3公里 修建过程也很坎坷 1878年 为了解决开平煤矿运煤炭的问题 洋务派提出 在唐山与北唐口岸之间 修一条40公里的铁路 而当时朝廷中的顽固派们 依然视铁路为怪兽 认为火车燃烧产生的黑烟 有损大清的运势和风水 而且火车行驶的时候 声音太大 距离皇家陵园太近 容易惊扰列祖列宗 最后 李鸿章向清政府提议 把铁路改为运河 不过 在虚个庄到唐山 有一段大约9公里的路 地势太高 修不了运河 李鸿章又提议改回修铁路 而且 为了避免被顽固派抓住把柄 李鸿章特意说 只修以罗马为牵引动力的快车马路 最终 这条9.3公里的唐须铁路建成 并在1881年6月9日投入使用 它的火车头 被命名为中国火箭 Rocket of China 这也是中国第一条自主铁路 一波三折 如今透过纸面 也能感受到当时的荒唐 心酸 在这之后 李鸿章开了开平铁路公司 把唐须铁路 继续修建到了天津 最后延续到山海关 1900年6月 慈禧以光绪名义 同时向十一国宣战 史称八国联军清华战争 联军5万人 清军和义和团16万人 两个月后 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 慈禧带着光绪 以及部分王公大臣 后宫嫔妃逃出京城 去西安避难 两年后 战争结束 1902年7月1日 慈禧回鸾 觉得坐马车太颠簸 太慢 一向怕破坏风水 惊扰祖灵的慈禧 决定坐火车回京 从那之后 慈禧感到火车的好处 想坐着火车去清西陵祭祖 以求老祖宗宽恕 他任命袁世凯 修一条直达的铁路 袁世凯没经验 找到了詹天佑 我们中小学课本中 讲詹天佑修铁路 就是由此而来 当时詹天佑修过金金铁路 还失成了修唐须铁路的英国人金达 技术很过硬 不到四个月就修出了新义铁路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 中国境内修建的数条铁路 不仅由西方人规划设计 而且基本上都是西方人出资 并从经营中获益 袁世凯想新义铁路是皇家专用 怎么能用洋人的资金 为此他专门上奏朝廷 请求用自有资金修建 最后慈禧同意拨付60万两白银 用来修建新义铁路 第二年 慈禧坐着新修好的铁路去败祖 事后对这条铁路很满意 把车上的所有物品 都奖励给了铁路的总工程师詹天佑 还送了驾驶员一件皇马挂 从那之后 慈禧算是彻底改变了态度 开始支持修铁路了 可观念转变太晚 大清的国运快没了 当时清政府已经近乎名存实亡 大部分的铁路都是由洋人来修 并且归洋人所有 让人们想不到的是 一条铁路 最终竞成了压垮清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 溥仪即位后 清廷为了打通千年蜀道 决定建设川汉铁路 清政府的初衷是官修 但是筹集不到资金 1903年7月 到任不久的四川总督西梁 向朝廷建议改官办为官商合办 官社公司 召集华谷 自保全力 提出了 自设川汉铁路公司 以霹雳元而保主权 清政府采纳了西梁的建议 1904年1月 在成都成立川汉铁路公司 川汉铁路的修建 不借外债 不招外股 股份主要是靠抽租之股 川汉铁路总公司 几股章程规定 收租在10时以上者 即抽股三斗 110者 即抽股三十 依次地加照算 这样川汉铁路 就与四川每一个人的利益 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 清朝修铁路耗资巨大 单靠政府的财力是无法支撑的 必须要引进其他资金 英、法、美等各国 瞄准了这一点 想把自己的钱借给清政府 表面上 是为参与建设 获取利润 实际上 他们想借此获取铁路的所有权 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 碍于英、法、美等国的强大 清政府虽不愿意 也不敢拒绝他们强行借款的要求 在此压力下 清政府不得不先把铁路的所有权收归国有 只有这样 才能用铁路抵押 和英、法、美等国签订借款合同 继续借款 1911年5月9日 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 要求收回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商办铁路公司 同时 和英、法、俄、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注录合同 而且之前人们投资修铁路的钱 不归还现金 而是折算成债务 这一公布 四川民怨沸腾 就此爆发了保禄运动 这件事 成为了清朝灭亡的最后一根稻草 为辛亥革命提供了条件 辛亥革命之后 清政府下台 孙中山说 今日之世界 非铁道无以强国 加大对铁路建设的投入 袁世凯担任大总统后 宣布陆政统一 解散了各个省的商办铁路公司 把各个省已经建成 和正在兴建的铁路全部收归国有 但是 在收归以后 这些铁路被拿去抵偿外债了 据统计 从1912年到1916年 各个国家掠夺中国的路权 达到13000多公里 后来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东北地区 大概有5900公里铁路被日本霸占 国内很多铁路也由日本控制 1945年 日本战败 中国全面接手日本控制的铁路 紧接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开始新修铁路 同时开始研制蒸汽机车 青岛四方厂 靠访至当时国内现有的机车 造出了解放型蒸汽机车 从此 中国铁路真正走上复兴的道路 随后中国又研制出了自行设计的和平型 与胜利型蒸汽机车 还建成了宝城铁路 逐渐地 中国人意识到蒸汽机车的牵引力太差 爬不了坡 拉不动东西 于是 中国在1958年开始 试制内燃机车 并在1962年制定了内燃电力病重 内燃为主的方针 先后造出了东方红型内燃机车和6521型电力机车 6521型机车做出来之后 总是会有毛病 因为里面作为整流原件的引燃管总是烧坏 后来技术部门抛弃了引燃管 采用硅原件来做整流 在行内被称为硅改 最终研制出了651008电力机车 被命名韶山一行 除了多修铁路 中国人也意识到了提速这件事的重要性 从1995年开始 中国铁路客运量迎来了三连跌 因为当时中国的高速公路凭借借钱修路 收费通行的方式崛起了 做汽车变得比火车快 于是 中国铁路开始了干线大提速 1998年 在京广线上 韶山八行电车就跑出了2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2002年 我国自主研制的中华之星号列车 在秦省客专跑出了321.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尽管中华之星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高速动车组 其实数也创造了新纪录 但由于中国缺乏高铁建设和运营经验 机车车辆 设备整体的核心技术还不够成熟 当时的中华之星号距离商业化运营还有很大距离 所以 在试车不到两年就放弃了商业运行 从1997年到2007年 中国完成了6次铁路运输大提速 铁路的瓶颈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 但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口流动的需求大大增加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以金户线为代表的中国主要干线铁路 长期处在饱和运行状态 修建一条大运能的高速铁路客运专线迫在眉睫 改革开放之初 我们曾以市场换技术 但历史经验是市场换不来核心技术 在汽车行业 以市场换技术导致了中国汽车市场 百分之九十被跨国公司占领 表面上产销两望 但在表面繁荣的背后 市场让出去了 原有技术也丢了 新的技术又没掌握 真正成了依附性的汽车工业 为了实现中国高铁的弯道超车 铁道部从自主研发的思路 转变为引进吸收的思路 2004年 铁道部就开启了动车组 引进吸收的征途 同时 中国政府明确提出 我们不但要外国的列车 还要外国的技术 当时高速动车组的技术垄断 在德国西门子 日本松下 法国阿尔斯通等几个巨头手里 技术壁垒十分严密 怎么破局 这个几乎毫无胜算的对弈 是当时天大的难题 当时的负责人绞尽脑汁 最终凭借多方博弈 不仅完全引进高铁技术 还大幅减少了技术费用 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商业大战 中国高铁招标的案例 后来还被写入斯坦福大学教材中 当时中国的战术是 以市场换技术 铁道部的招标动车组数量有140列 是全球范围为高铁领域最大的大单 要知道阿尔斯通因为十几列动车组 就与西门子对部公堂 当时全球的咨询机构都表示 中国已经成为了高铁的最大市场 引进先进技术 是一个非常难的事 不光要买产品 还要把技术真正学到手 尤其是高铁这种世界级的尖端技术 于是铁道部进行了一个非常巧妙的高铁招标 投标企业必须是国内的合资企业 并且与国外企业签订了完整的技术转让合同 这是在驱使诸如西门子 阿尔斯通 川崎重工等企业来找中国企业合资 并且卖核心技术 同时 为了保证中国企业能真正学到核心技术 条款里还有一项是铁道部 要对中国企业的学习成果进行验收 如果验收不通过 是不会付钱的 当时西门子搜集了非常多的商业情报 分析认为 中国对西门子的技术势在必得 开出了技术转让费3.9亿欧元 原型车3.5亿人民币一辆的天价 中国的策略是同时跟西门子和阿尔斯通谈 在投标截止前夜 跟西门子方面表明技术转让费 必须降到1.5亿欧以下 每辆车价格必须降到2.5亿人民币以下 德方代表表示不可以 然后中方代表说 给你们5分钟时间 出去商量一下吧 德国团队商量了之后 表示不会降价 中方代表说 你们可以订回乘机票了 第二天 德国团队并没有走 还带着资料 准备去找常客股份投标 他们认为 中方不会有魄力 真正拒绝他们 结果他们到现场的时候 被告知他们已经出局 中国选择阿尔斯通 作为进一步合作方 消息传出之后 西门子的股价开始狂跌 一年之后 西门子又跟中国进行了技术引进谈判 最后的技术转让费降到了8000万欧元 每列原型车的车价 降低到了2.5亿人民币 经过多轮谈判后 中国成功从德国、法国、日本和美国 引进了高铁核心技术 在学习技术的时候 中方想让日本参与产品的组装 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学习 但是被日本拒绝了 因为日本怕到时候 车出了什么质量问题 中方会找上门 于是中方想了个办法 就是所有技术员 在日本组装的时候认真观摩 等整车交付到中国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